嗨 大家好 我是硬刚 我是一名中介员工 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 今天我出来采购一些年货 每年过年我都会来这里采购 像春年 灯笼 糖果 干货 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我是湖南人 以前在家过年的时候 家里面都会采购春年 糖果 饮料 腊肉 还有其他一些食材 这些东西在新加坡 都能够买到 只是我们湖南传统的腊肉 倒没怎么见过 像一般食物类的年货 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都能够买到 品种还是很全的 不过像国内一些零食 如五香瓜子 辣条 螺蛳粉这些 就只能在牛车水的 国货超市才能买到 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很高 所以和国内很多地方相似 过年的时候都要贴春年 吃年月饭的 特别一点也就体现在一些吃的上面 新加坡人特别喜欢吃肉干 虾卷 炸鱼皮等 有蓝羊特色的食物 每到快阔年的时候 卖肉干的年锁店外 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前两年我回家过年 还给家里人买过呢 但他们最喜欢吃炸鱼皮 说脆脆的非常好吃 每年公司还会举办一些 过年的活动 像是给一线工人送 新充问问大礼包 我们会一起去采购 给项目贴上春联 挂上灯笼 布置布置办公室 今年由于大部分人都无法回国 公司还举办了 线上文艺经济评比活动 有写福字的 还有跳舞的 特别的热闹 qued线工人 出品 上文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